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大方广佛华言经》 《南无大方广佛华言经》 好,我们今天呢,12月3号 下次上课,12月10号 12月31号 中间呢,有佛妻 欢迎大家来参加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讲《中论》第四次 由于中观的思想啊 不容易,很难体会 我们现在讲这个华言啊 必须打下华言的基础 而佛陀一辈子用了22年 讲这个般若的思想 所以般若就是讲空的思想 讲空的思想就是中道的思想 中道的思想就是一切八大中派的基本思想 所以这个中论 所以这个中论 它对中国佛教各个中派 几乎都产生过影响 因此我们说龙树菩萨呀 被推为八中共主 可见龙树菩萨对中国的佛教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翻译 那么翻译 空的思想最多的 当然是九摩罗斯大师 上星期讲过了 那么受它影响最显著的呢 就是三论中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中论是龙树菩萨做的百论 是他的徒弟提婆做的 十二门论就是龙树中论 把它从十二门角度切入 简单讲中论的简化简列 就是十二门论 十二门论可以说就是中论的简列 后人称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称为三论中 加上大致多论又称为四论中 中国的佛教三论中 完全继承印度佛教中观些派的理论跟体系 我们是印度有两大体系 一个是中观些派 一个是余切些派 那么这个中观些派 发展到中国来叫三论中 三论中 那么余切些派发展到中国来 成为为四论 所以这个三论中 推这个中观些派 创始人龙树菩萨为出主 那么三论中 以龙树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那么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成三论 但是中论跟十二门论 它是一个是扩大 一个是简列 所以这个三论中 以此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为三论 为思想的基础 这里面中论又是最重要的 所以中论 对三论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天台中 我们都知道智者大师 创立这个空、甲、中 空、甲、中、空冠、甲冠 那么天台中 也是尊奉中论的作者 龙树菩萨 它是西土 就是印度十三祖 那么我们中国有九个祖师 龙树菩萨 为中国的出祖 那么根据中论 第二十四品 观是地品 那么观 就是用心辨明 论、口述、 以外 论就是论述 所以这个观是地品 的一个句诵 叫做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意为是假名 意是中道义 因缘所生法 万法 都是条件所生的 例如我们上一次 说我们在这个地球 爸爸妈妈结婚 生而易女 是一件 非常 平常的事 因为条件完全具足 动物、植物 都有它的繁衍条件 具足 那么我们转换一个时空 到火星去 这火星啊 爸爸妈妈结婚了 那妈妈会子宫外孕 因为条件不具足 所以没办法 生而易女 也没有办法在火星 养而易女 除非用吃力 转换成重力 就是制造一个地球 的一个条件 要不然也没有办法 在那边养而易女 条件不具足 条件不具足 生命 总会 找到出路 所以 再找到出路 就会受到时间 空间 整个环境的影响 整个环境的影响 所以 因言所生法 就是 我说就是空 就是空 无自信的意识 那么 因言所生法 一定是败坏之相 这是对众生讲的 但是 对佛来讲的话 因言法 非第一地 所以我说 其实是空 其实就是永恒相 所以因言所生法 世法 住法位 住在哪里 住在空相 空性的法位里面 世间相常住 所以佛陀看到这个世间 是永恒的 是永恒的 那么既然万法都是空 所有的都是假的名词 假相 亦 亦是中道义 这个中道 就是不偏激 因此这个天台中 借这个 宗论里面的四地品 的一个句诵 因言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名 亦是中道义 建立了天台中的空观 假观 中观 那么在观 其实用心名为观 口说名为论 接下来 唯士学 对空的强调 也不亚以中论 那么唯士学的依据 我们说能切经 能切经刚好我们讲过 在这里简单念一遍 能切经讲的十七种空 第一 甚至大空 二 性空 三 相空 四 无形空 六 一切法不可说空 一切法不可说空 最后一个叫做比比空 因为我们能切经已经讲过了 不再重复 唯士本论里面的 一切式地论 在这里要注意 一切式地论 从以前到现在 一直认为是弥勒菩萨 所做的 在这里还是要修正一下 那个是 跟弥勒菩萨 同一个法号 而不是都说在天里面 当来下身那个弥勒菩萨 在这里稍微冷静一下 所以唯士本的本论 叫做一切式地论 卷十二 讲世空 叫做一 观察空 观察一切万法 都不可得 第二 比果空 任何个时空交会 方便称为一个果 再来就 逆空就是六根 也空 外空就是六成 也空 那么一切式地论 我们在卷七十七 又讲到十七种空 所以我们上一个礼拜 讲的是二十种空 在这里简单 另一遍 大家上个礼拜 就已经有概念了 重复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 就不再重复 一 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二 向空 三 无先后空 就是 先 跟后 你这个先来 那个后来 在纵真的讲 有来去生命 建立这个次地 在这个中观的思想里面 先来也是空 后到也是空 因为照见五印皆空 那么我们内心里面 编列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 那个是观念 一种工具 一种方便 善用者不为过 也就是说 你会善用佛法 背后存在的理性跟智慧 这些观念不为过 但是如果你没有理性跟不的智慧 不善用者就会有所过错 就会编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会真 就会真论 所以无先后空 就是在中论里面 没有所谓先或者是后 因为它只是缘起 它只是缘起 只要你落入 先后或者是次地 你永远不能成佛 简单讲 拿着楼梯爬上虚空 是永远不可能的 这个比喻你一定要听得懂 拿着楼梯想要爬上绝对的虚空 是不可能的 那个楼梯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只要你建立次第 只要你建立前后的次第 而不了解前后次第 不可得 你的内心一定有挂碍 佛陀方便建立的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信住形象地 只要你建立的这个 观念 而观念不放下来 这个就叫做方便建立 赤地 赤地没有拿掉 永远不能成佛 在佛经里面有一个比喻 就像拿着楼梯要爬上虚空 是永远不可能的 站在山顶上 也不 也 最高的地方也不是虚空 就像是第一 暖顶忍是第一 是第一 脚一样踩在虚空的顶端 只要你建立次第 就不能成佛 方便可以 拿着楼梯 是永远不能爬上虚空的 虚空当中 没有任何的次第 没有任何的先后 也没有方位 第四叫做内空 内空 六根空 第五叫做无所得空 无所得空 这是一切实地论里面讲的 第六叫做外空 外空 就是六成不可得 那么内外空 十二入不可得 内六根外六成不可得 叫内外空 第八叫做本性空 第九叫做大空 又称为方位空 方位就是你建立的东 南西北 是不存在的 第十有为空 有为是生灭法 这是共业所感的世间 看的就是有为空 有为当地的空 就是物为就是涅槃妙性 第十一叫做必尽空 诸法无可言说 只要有所言说 通通叫做第二异地 方便说 第十二叫做无性空 无性空就是诸法 空无自性 第十三叫做无性自性空 无性就是无 自性就是有 无论佛经讲的 无性或者是自性的有 通通不可得 而众生怕你落入断灭间 所以称为圣意无性 虽然有它存在 但是它是空无自性 是称为圣意无性 怕你落入断灭间 第十四叫做圣意空 圣意空又叫做捏盘也空 捏盘也空 在中论是不能建立任何法的 大破 其实存在就是利 不执着那个捏盘 才是真正的捏盘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连捏盘也没有 那就变成断灭了 意思就是捏盘是自觉圣智 实证的境界 不能把它画作一种语言 是执着把它变成一种观念 所以圣意空就是 连捏盘都不能住着 那个不住着的自觉圣智 就是自己作证 自己作证 自己证明它是存在 为证相应 这个就是捏盘 第十六叫做无为空 无为空 第十六叫做无便意空 无便意空 就是我们所讲的一切法无生 一切法无生 相它一定有生住意灭之相 而捏盘它就没有生相 没有住相 没有意相也没有灭相 一切相 尘住坏空 尘无生 住还是无生 灭还是无生 尘住坏空 当下四个阶段 当下每个阶段都困无自信 所以捏盘里面 它是没有相的变化 相显现在妙心里面 妙心不动 内如外如 所以无便意空 就是正的一切法无生 那么第十七叫做空空 就是连空的观念 都不存在 这个 对一个行菩萨道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 世间人行的实善 会大肆宣扬 我在行实善 这个就是把圣道 把圣道变成生灭的世间善 永远不能脱离轮回 他只是行善 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 以无所住心 行一切善 即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重点在第一句话 以无所住心 意思就是说 你不管做了多大的功德 都不能动到一个念头 我做了很大的功德 而这个大就是小 因为佛陀的心等如法界 你自己把它实证的境界 你要把它变成一种观念 那么这个观念 就是一种生灭的东西 只要你落入观念 那么就离不开世费 就离不开世费 所以圣者 沉默 契入不二 一切法无神 接下来 显阳圣教论卷十五 讲十六种空 一内空 二外空 三内外空 四大空 又成为方位空 第五叫做空空 第六叫做圣意空 第七叫做有为空 第八叫做无为空 第九叫做必进空 第十五出后空 第十一 无损尽空 损就是损坏的损 尽就是除掉 不必去破坏它 就知道它是空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今天 你用也剥热的智慧 看透这个世间的时候 你不必 去等到最最最最终点 你就知道 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的 比如说 结婚 当然就讲好话了 白头偕老了 对不对 幸福美满了 但是有智慧的人就知道 万法都是败坏之相 可是 大智慧的人会回归当下 不必去破坏它 他这个结婚 仍然离不开如梦幻泡影 还是离不开如梦幻泡影 所以有智慧的人 他回归当下 无损进空 不必去破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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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 信空 第十三 相空 第十四 一切法空 第十五 无信空 第十六 无信 自信空 刚刚讲的 无信就是 也就是无了 自信就是有了 我们前面 面具的种种的经 经典 论点 由此可见 我们知道 包括维世学 对空 的理论 也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师父一直说 没有空的思想 是不能成佛的 你念佛念了几十年 为什么会烦恼 执着 分别 就是听经文法少 再来 对佛教的般若思想不明了 对佛教的中观 般若 空意的思想很少去接触 从以前到现在 你就是烦恼起来 阿弥陀佛你念佛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有用吗 有的有用 有的不怎么管用 叫做 强迫 压这个念头 观念 习气 因为没有空 来疏导它 所以这个空意的思想 对念佛特别的重要 但是对空的解释 一般不太一样 底下讲的这句话 就是所有的法师 都要很冷静的注意听 这句话 是关键 如果你在弘法 这句话 你没有弄清楚 会很麻烦 讲了一辈子的空 不知道 空分成两个角度 中观的空 中观的空 是讲 缘起当下无自性 中观的空 是这个 为师的空不一样 为师的空 是阿赖也 缘起空 这个对法师一辈子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讲空 中观的思想 跟为师的思想 所建立的 不太一样 中观的思想 讲到这个空 是缘起自性空 包括 凡夫 凡夫见 外道见 二圣人见 菩萨见 佛 你捏盘 如来 那里面有如来 讲到如来这个问题 真如 在中观里面讲 一立不准立 不可以立 真如 不可以立捏盘 也不能立 如来 连空都不可立 这中观的空 叫做缘起 自性空 自性空 那么为师的空 是阿赖也缘起 在这里再发挥一下 所谓阿赖也缘起 十八戒六根 六成六四 各有自己的种子 各有自己的种子 那种子其现行 现行熏种子 这个都是由无量 节来 无名 去造作 落入的种子 跟习气 种子就是习气 习气就是种子 所以 为师的空 建立在 阿赖也缘起空 简单讲 阿赖也 圣节来的六根 六成 或者是六四 全部都是缘起 是缘起 是自性空 不过它有建立 它是建立在 阿赖也 就是第八意思 而阿赖也是跟真鲁 是非一 跟非一 如果是然 就是阿赖也 如果是净 那么就叫做真鲁 因此 阿赖也 叫做 染净和和 所以 阿赖也跟真鲁 叫做非一 非一 非一 真鲁 如同大海水 阿赖也 如同波 阿赖也 当下 就是真鲁 就是水 大海水 而大海水 所以 妄动 速 风一吹 就叫做阿赖也 各个经典的比喻 稍微有一点 不一样 所以 阿赖也 跟真鲁 这个是 唯士协所建立的 所以 唯士协建立真鲁 中观 连真鲁都不能建立 都不能建立 不是没有真鲁 而是怕众生 把实证 自觉圣治 那个实证的逆证的东西 变成一种观念 执着变成 真鲁变成有其自性 那完了 真鲁是无自性 但是是圣意无性 真鲁就是真心本鲁 就是我们的法身 内鲁 外鲁 因此 这个中观的空 圆起无自性 一切法不可立 虽然是一切法不可立 就是破除一切 凡夫见 外道见 二圣见 菩萨见 连佛见也不能铸着 这是中观的思想 圆起自性空 明相也不可得 而唯士的空 建立在阿赖也 圆起 阿赖也 有种子 种子就是习气 习气就是种子 所以 两个 角度不一样 因此开始学威士的人 他 就知道 法 不能落入断面 落入断面 所以宁可找有 如虚弥山 不能找 空如戒指许 因此 差不多 所有的佛学院的人 或者是一般 都是讲为事 讲为事 所以宁可告诉你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致敬其意 是诸佛教 这是十方三是一切佛 所教导的 也不敢厌意 去触碰到这个空的思想 这中观的空意思想 是很深度的人 诚悟的人 能够理解 能够体证 这要观念讲错了完了 你们还没下第一 这讲课的人就背负重大的因果 讲经不一定有功德 看怎么讲 有如来正知正见吗 所以这个中观 我们在讲堂成立二十多年来 一直不敢触碰到这个思想 正因为怕众生陆路断灭见 所以我们讲了很多的为事 但是 到了今天 似乎认为 因言俱主了 所以中观的空 叫做延起自信空 为事的空 是阿赖也 延起空 所以做法师的人 这个一定要知道 要不然他上台 就会乱说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让佛法注释 普利有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 希望大家发心 成为法的传递者 和过种者 将手中的法宝 一化为实 实化为百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 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